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草原的风 草原的雨 草原的阳气 草原的火 草原的水 草原的姑娘 啊 若马 啊 若马 草原上的姑娘桌 啊 若马 啊 若马 啊 若马 啊 你像春天飞舞的彩笛 也閃爍在那花丛中 啊 若 草若 草若 山里 藏花 你把歌声献给雪上 风扬于你的雪上 你把美丽献给草若 要与你的草若 啊 若 草若 啊 若 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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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上的姑娘若阿娜 这首歌叫捉马 捉马呢在我们藏族的意思是仙女 所有很多藏族女孩都叫捉马 包括我也叫捉马 我呢出生在四川甘子州德格县 属于康巴地区 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非常的美 从小我放牧的时候伸出手指 仿佛就能触摸到太阳 当晚风吹过的时候 啊 不想说了 啊 不想说了 啊 不想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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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 对不起 我们的家乡不仅仅美 人也非常的美 我是属于康巴地区 现场有听说过康巴汉子 这是个字吗 有听说过吗 康巴汉子就出自我们的家乡 你看到一群藏族人 然后其中看到一个非常 个子非常高 然后卷头发高鼻梁 然后非常壮的那种男人 所有八九都是我们康巴汉子 对 不仅我们康巴汉子 我们康巴女孩也是 个子也很高 也很漂亮 我在我们家乡算是中等的身材吧 对 一米七六 我是近高一米七六 在我们家乡康巴女孩 一般都一米八几的个子 人人人都说我们康巴人挣来的钱是给朋友花的 其实这句话一直都没有说错的 我们村里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每当我们家乡的人 每年去挖虫草 挖了回来 挣到钱以后 一个村 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然后呢 把钱花光了 又继续去挣 就是那样的 对 还是非常懂得生活 热爱生活的一个民族 所以 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家乡的这些父老乡请 跟我一起唱一首歌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热闹的锅庄舞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请 大飞舞在草原 飞舞在草原 再是点点 且马撒香蓝天 撒香蓝天 再是点点 一万神埋了真情 哦 浓浓的真情 再是点点 团结和谐迎来 葬临青年 再是点点 说这些点点 吉祥的葬临年龙 说这些点点 跳起古老的火庄 歌唱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 幸福花满藏家的小脸 说这些点点 吉祥的葬临年龙 说这些点点 跳起古老的火庄 歌唱美好的明天 欧美好的明天 欧美好的明天 幸福花满藏家的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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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一点 对了台本以后 我这个脑子不好使 虽然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 大家觉得可能小时候 我也是专业训练过 可是没有 我的家境非常的艰苦 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下地干活去了 让我一个人守家 在家里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柴火烧过的那个黑炭 然后画我的眉毛画得很粗 然后那个茶 我们藏族人特别熬那个大茶 那个包装的那个盒子上面 外层是就是红色的 然后稍微抹点水就能 它就能脱那个颜色 然后我就把它拿来 这样嘴巴上明一下 就成口红了 那时候我的头发也很长 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 所有会跳的舞都跳一遍 这一辈子我都没有想到 我会既然会登上这么灿烂的一个舞台 小时候呢 我们家里条件非常的艰苦 我有三个哥哥 两个弟弟 我是排行老四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 就是那个床就是铺上一个干草 然后上面垫一个就是羊皮 垫上就这么就睡觉了 只有一个锅 那是我妈妈 那是我姥姥给我妈妈的出嫁的东西 只有那一个 从小是在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里长大 但是我感谢生活带给我了 这么多的人生的经验 可能跟我同龄的孩子们 可能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 所以大家也不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艰辛 我有好多好多的经历 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去到一个另外的一个石曲县 离我们现有大概有290多公里 去那里做了环卫工人 然后每天早上大概七点多八点 那个时候就开始勺那个水沟 有时候有空了去菜市场捡捡菜 因为菜市场的老板每次不要的那些 根烂了的那些菜全丢了 那个时候说真的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我很快乐 每天早上早早的起来 我跑到菜市场去捡那个菜 剩一好的那个菜拿回来洗了 我又解决了中午那一顿饭 在那里待了有大概有半个多月 半年左右 然后呢我又去回老家 说是那边有工资挺高的 一天25块钱 可以搬水泥 我的劲很大的 从大车上下货的时候 我按着腰 砰砰的这个上面扔那个水泥袋 我可以一点都不夸张 两代绝对没问题 此处可以有掌声 然后那个工作做完了以后 回去以后 妈妈一看到我 哎呀滔滔大哭啊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就我妈妈就听说了我要回来了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呀 没有日子啊就是等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我妈妈正在挤牛奶 一下子把奶桶放在那儿 就抱着我就哭啊 真的 然后呢在家我又待不住了 然后县里那个时候 刚刚开了一个德克县宾馆 那个宾馆里呢是修的特别的漂亮 在我们县里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个宾馆 然后我们是第一批服务员 可以来一个那个服务员的照片行吗 啊 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在德克县里 挣到第一分工资 那个时候第一个月工资也是八百 八百 足足八百块钱 我觉得很多了 那个时候 人生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套新的葬妆 这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耳环我到现在都有 我特别喜欢这个耳环 人人都说我戴这个耳环特别好看 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这个 跟这个耳环一模一样的 就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耳环呢是我爱人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个耳环是个赢的耳环 这个就做成金的了 就觉得真的自己的生活就是很富裕 就觉得很 我是很知足的一个人 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我在当服务员的时候 我们县里就有各种各样的接待 我们县艺术团的很多演员 到我们酒店来唱歌跳舞 就是每次都听到他们都唱一首歌 欢迎你到的给来 欢迎你到的给来 就那样唱 我已经已经会唱了 就特别耳 就是特别特别熟了 就 然后有一次呢 他们说是甘子州文化局的局长 来到我们县里来考察就是工作 当时他们到我们酒店来吃饭 那天呢特别巧合 我们艺术团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她那天感冒了 没来成 我们老板说 江阳你不是天天爱唱那个歌吗 今天就轮到你唱了 她说那个女孩感冒了 你顶替她上一次 然后呢我替她上去唱了 上去唱了以后 我们那个甘子州文化局的局长说 哇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特有特色呀 她说我们甘子州正在招演员 你想不想去 然后我回去 我说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去不去 然后我回去问爸爸和哥哥 我说我去不去 那去呀 给了我一千五百块钱 第二天我就跟着他们这波工作组 到了四川甘子州康定县 对 到了那我们的考试 那个时候呢 考试的人有一百多个人 但是只要六个 然后呢我以第六名的成绩 考上了甘子州歌舞团 然后呢我就开始 算是走上了音乐之路 我一直梦寐以求的能够到北京来 站在一个舞台上 能够唱我想唱的歌 这个梦想我也做到了 我也实现了 后来呢我也想拥有一些世界性的舞台 人们也给予了我 我经常去出国演出 不管怎么样 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 家乡的大山在我的心目当中 是永远最美的舞台 我愿意 永远为我的家乡而歌唱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 奉上一首 《草原夜色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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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朱讯阿家 你好 朱讯阿家 是吗 对啊 这是朱讯姐姐的意思吗 对 那你这桌马是仙女是不是 对 谢谢 哎呀 这是 清闲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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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好辣 谢谢 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述方式 极为真诚 自己每一个阶段领了多少钱 受了什么样的罪 有多少人帮助过自己 牢牢的记在心间 对 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谢谢 哎 我刚才在下面静静的听你说话的时候 心里好安静哦 你的这个声音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训练 在四川音乐学院 这样培养出来的慢慢的 没有 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声音 你母亲就是这样 对 浑厚低沉 我的母亲声音特别的低沉 哦 就我小时候说 我听我妈妈说 别的孩子叫妈妈 妈妈那样叫 然后我小时候 就是叫妈妈 妈妈那样叫 因为是个儿子的 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遗传 我觉得你真的是 妈妈也好 上天也好 给了你这么珍贵的一份财富 在你以前我认识的 基本上所有的藏族女歌手 都是那种高亢清亮的声音 我第一次遇到 你这样的声音 在藏族女歌手当中 谢谢谢谢 你的高音怎么样 你能唱高音吗 可以啊 我给大家唱一下 我们家乡的山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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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就这一嗓子就把我带回到了你的家乡 伸手就可以碰到太阳的地方 真美 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好不好 可以吗 来 真心话大发布 看看你的第一道问题是什么 卓马姐姐 听你唱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歌曲 请问你和流行乐坛的唱将合作过吗 好像合作过 合作过 意象深的是谁 意象最深的是13年的北京电视台的春晚 跟费青老师 唱过一首一简梅 这里有视频吗 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月花飘飘 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爱我所爱 无怨无怨无悔 此情 此情 你 畅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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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间 一片之后就变得很女人 是吧 对对对 明白了 那你除了这个意见梅之外 你还会唱什么流行歌吗 流行歌唱的 会唱的歌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 比如烟花易冷啊 陆放的生命啊 各种各样 还有一 最爱唱的有一首歌叫 爱江山更爱美人 啊 很经典的一首歌 来两句好不好 好 来 道不尽红尘则连 俗不问人间恩怨 时时代代都使用 留着相同的血 喝着相同的水 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红花荡然美丽叶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茫茫来又会 往日清净在浮现 藕碎断了丝海脸 情欢世间世多变迁 海江山更爱美人 那个英雄浩瀚你愿孤单 豪尔兰欢尔山诗的 庄志豪尽四海圆明阳 沉断断几个秋 不醉不罢休 冬边我的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抽筋凡事别放心了 真好听 谢谢 真好听 这样的声音演绎出来的音乐 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谢谢 太漂亮了 来 希望听到你更多 风格不同的歌曲 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 听说佳洋桌马是康巴仁 康巴仁有没有自己特殊的装扮 有啊 你还别说今天一来 我好喜欢你的发饰 其实我这个是我们小时候 就是几个小伙伴不是放牧吗 就是牛放在山上没事了 就相互编这个辫子 我编这个辫子 早上我是六点四十多分起来的 要编多久 昨天晚上化妆师就睡在我家里 就为了编这个辫子吗 为了编这个辫子 要编多久 然后从早上七点多钟 我们俩一直编到中午十一点多 然后编完了 四五个小时就编这些辫子 你转过来让我们好好看看 哎呀真的好美 这可能有几百根辫子 一根一根的 用自己的头发 续上丝线 对 还有珠宝 珊瑚 这其实我小时候的那种装扮 真正的康巴那个康巴汉子 和康巴女人的这种装扮 其实头发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服饰是这样 是这样的 对 我这个算是带的比较少的了 还是比较 好像家里的财产全都挂身上是吗 对 藏族人就是 对 把所有家里的那个存的东西 全挂在身上了就 哦 你知道这个康巴汉子 他差不多一米九左右吧 康巴汉子一般的 我弟弟都是一米九三 两个弟弟都是一米九三 一米九三 你老公多高 我老公是一米八七吧 左右 你爱人也是康巴汉子 爱人也是康巴汉子 对 这里有照片吗 可以看一看 这是老公吗 对 这是老公是不是 这是我们两个举行婚礼的那一天 你看这个 我这个头型 头上戴的是蜜蜡 你看我跟现在的装扮 就区别很大的 这么大的一块蜜蜡 对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的 这个康巴夫妻 对 康巴婚礼会有什么样特殊的习俗吗 康巴婚礼每 只要你经过每一家每户的时候 看到你快要过来了以后 就放一桶那个水 或者是放一桶奶放在那 然后放酒 放哈达 放钱 意思就是祝福你们 每家每户都有 每家每户都挨着放着的 真的是吉祥的祝福 这是发自内心的 对 有这样的习俗 就培养出这样的性格 其实我们聊了很多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一定希望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互动 有问题 那在此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 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 新浪官方微博 就可以和我们现场嘉宾 进行互动了 今天来到我们新发布 其实家人专码 是要发布自己的新作品 是吧 对 这首歌叫什么 这首歌叫Double Sing Sing Double Sing Sing 是什么意思呢 Double Sing Sing 就是马脖子上挂的那个铃铛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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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她的声音我形容她是天籁之声 听了她的歌真的感觉到 那么的喜欢那么的舒服 她最近唱了一首新歌叫《打步生生》 这首歌应该讲是一个藏族风格 非常浓的一个歌曲 其实说实话我从小就是特别喜欢听藏族歌曲 因为我母亲的偶像就是柴团众马老师 所以小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我母亲哼这个藏族的歌曲 而《打步生生》这首歌 它的很多节奏跟我小时候听到的藏族歌曲是一样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喜欢藏族歌曲一样 喜欢《打步生生》一样的喜欢这首歌 祝福嘉阳众马在今后的认识里面 能够一切如意即向 加齐德雷 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 也有一位我们歌坛前辈 一直关注着你 一直守候着你 来 让我们欢迎杨洪金老师 杨洪金老师 谢谢您 如何你 谢谢老师 真好 杨老师在下面听了这么久 感觉怎么样 我在下面坐着一直在享受她的优美的歌声 其实我跟她认识是两年前 有一次我爱人突然在那看那个晚会就叫我 洪金你快来看 这个女孩唱得可不错 我当时一个藏族的女孩在一听她的声音 那么低沉 其实以前真的就像刚才你说过的 我们的印象里头 藏族的女孩唱就像过去彩蛋琢磨 对 像那个后来唱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青藏高原 她都是那么高的声音 就飘在天上的声音 突然出来了一个非常深沉的女中音 感觉到耳朵突然一新 对对对 我觉得她真的她有她的特点 杨老师今天来到这儿 除了要鼓励嘉洋坐马之外 还要为她推荐新的作品 是 今天 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打不深深 打不深深 其实这首歌我印象很深 我听过了 非常优美的旋律 尤其她唱的 我觉得非常优扬 真正就把一个 你不用听出他的词是什么词 你就可以感受到 好像是一个人在远离了自己的故乡 在怀念 在盼望自己将来有机会再回到家乡去 我觉得这种心情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转达 所以我觉得唱得非常好 这首歌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广 情真意切的一首歌 而且过去我们感觉到的西藏歌曲都是那种 那个像是什么 欢快的 突然出来这么一个深沉的 又是一个女中英在演唱 我觉得这真是有她的特点 应该好好的推荐这首歌 好的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的鼓励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静下心来欣赏这首歌 再次感谢杨洪基老师 谢谢 谢谢杨老师来 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地邀请你走上发布台 至发布辞 谢谢 有请 我今天发布的这首歌叫 Dapur Sensing 这首歌的大概的意思是 离开了家乡 回头一望 我看见我的脚步 离家乡越来越远了 我把所有的对家乡的那份思念 画作歌舞来融化掉 这首达布森森 是沉粹的我们康巴地区的一首民歌 我做出民族的歌手 我有责任和义务 把我们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音乐 发扬 弘扬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感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 一起尽心欣赏 江阳捉马的新作品 大补深深 有请 大补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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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补深深 大补深深 大补深深深 我们也给这位美丽的藏族姑娘 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希望你能够喜欢 本节目嘉宾的礼品 是由八星八姐好钻石 金嘉丽钻石独家赞助提供的 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明星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好顿着她的烧夏天 车之后 三从前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草原的火 草原的水 草原的姑娘 阿 羅馬 阿 羅馬 草原上的姑娘 捉馬郎 你有一個花的名字 美麗姑娘捉馬郎 你有一顆花的笑容 美麗姑娘捉馬郎 你像一隻自由的小鳥 歌唱在那草原上 你像春天飛舞的彩蝶 也閃爍在那花丛中 阿 羅馬 草原上的藏花 阿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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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掌声 今天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中央电视台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的 录制现场 刚才我唱的这首歌 叫《捉马》 捉马呢 在我们藏族的意思是 仙女 所有很多藏族女孩 都叫捉马 包括我也叫捉马 我呢 出生在四川甘子州德格县 属于康巴地区 那里的山 那里的水 非常的美 从小 我放牧的时候 伸出手指 仿佛就能触摸到太阳 当晚风吹过的时候 不想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不起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 对不起 我们的家乡不仅仅美 人也非常的美 我是属于康巴地区 现场有听说过康巴汉子 这是个字吗 有听说过吗 康巴汉子就出自我们的家乡 你看到一群藏族人 然后其中看到一个非常 个子非常高 然后卷头发 高鼻梁 然后非常 壮的那种男人 十八九都是我们康巴汉子 对 不仅我们康巴汉子 我们康巴女孩也是 个子也很高 也很漂亮 我在我们家乡 算是中等的身材吧 对 一米七六 我是近高一米七六 在我们家乡 康巴女孩 一般都一米八几的个子 人人都说我们康巴人 这来的钱是给朋友花的 其实这句话一直都 好 啊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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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晚风吹 从天和的心啊 归入长方山隐悔 酥么也似美 畏惧今被人以罪 晚风唱着甜蜜的歌 轻轻打远不认归 晚风唱着甜蜜的歌 轻轻打远不认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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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的于让阻寡 谢谢 你好 主�onos 親身 Logan radius 祝勋阿架ards 对啊 这是朱昕姐姐的意思嘛 对 那你这桌麻是仙女 是不是 哎呀 这是 清闲好的 谢谢 谢谢 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述方式 极为真诚 自己每一个阶段领了多少钱 受了什么样的罪 有多少人帮助过自己 牢牢地记在心间 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谢谢 我刚才在下面静静地听你说话的时候 心里好安静哦 你的这个声音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训练在四川音乐学院 这样培养出来的慢慢的 没有 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声音 你母亲就是这样 对 浑厚低沉 我的母亲声音特别地低沉 就我小时候说 我听我妈妈说 别的孩子叫妈妈的时候 妈妈那样叫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叫妈妈的时候 妈妈娘叫 我妈妈这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瑜传 我觉得你真的是 妈妈也好 上天也好 给了你这么珍贵的一份财富 在你以前我认识的 基本上所有的藏族女歌手 都是那种高亢清亮的声音 我第一次遇到 你这样的声音 在藏族女歌手当中 谢谢 谢谢 你的高音怎么样 你能唱高音吗 可以啊 我给大家唱一下 我们家乡的山歌好不好 我给大家唱一下 阿拉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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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就这一嗓子就把我带回到了你的家乡 伸手就可以碰到太阳的地方 哎呀 真美 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就下一个环节好不好 好 可以吗 来 真心话大发布 看看你的第一道问题是什么 卓马姐姐听你唱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歌曲 请问你和流行乐坛的唱将合作过吗 好像合作过 合作过 嗯 你印象深的是谁 印象最深的是13年的那个北京电视台的春晚 和 跟费青老师 啊 唱过一首一简梅 这里有饰品吗 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好 那是你吗 短发像男孩 声音更浑厚 所以就更像男孩 那个时候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男朋友 就是反正自己就 随便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剪发染头发 各种就 那个时候真好 就录了这一道节目 结婚之后就变得很女人 是吧 对对对 明白了 那你除了这个意见没之外 你还会唱什么流行歌吗 流行歌唱的 会唱的歌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 比如烟花易冷啊 路放的生命啊 各种各样 还有一 最爱唱的有一首歌叫 爱江山更爱美人 啊很经典的一首歌 对对 来两句好不好 好 一首歌唱歌的第一首歌 来唱歌唱歌的第一首歌 潜传歌唱歌的第一首歌 魂作词 等纸七日 逛歌唱歌的第一首歌 超歌唱歌唱歌的第一首歌 谁来陪 渺渺茫茫来又回 往日清净在浮现 藕碎断了似海脸 情欢世间世多边界 爱江山更爱美人 那个英雄浩瀚 宁愿孤单 豪尔兰 万山是等 装置豪情 四海远迷洋 万山断断几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 来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愁情凡事 别放心动 真好听 谢谢 真好听 这样的声音演绎出来的音乐 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谢谢 太漂亮了 来 希望听到你更多风格不同的歌曲 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 听说佳洋桌马是康巴人 康巴人有没有自己特殊的装扮 有啊 你还别说今天一来我好喜欢你的发饰 其实我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几个小伙伴不是放牧吗 就是牛放在山上没事了就相互编这个辫子 我编这个辫子 早上我是六点四十多分起来的 要编多久 昨天晚上化妆师就睡在我家里 就为了编这个辫子吗 为了编这个辫子 要编多久 然后从早上七点多钟我们俩一直编到中午十一点多 然后编完 四五个小时就编这些辫子吗 你转过来让我们好好看看 哎呀真的好美 这可能有几百根辫子 一根一根的 跟自己的头发续上丝线 对 还有珠宝珊瑚 这其实我小时候的那种装扮 真正的康巴那个康巴汉子和康巴女人的装扮 其实头发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服饰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这个算是带的比较少的了 还是比较 好像家里的财产全都挂身上是吗 对 赵族人就是 对 把所有家里的那个存的东西全挂在身上了 你知道这个康巴汉子他差不多一米九左右吧 康巴汉子一般的 我弟弟都是一米九三 两个弟弟都是一米九三 一米九三 你老公多高 我老公是一米八七吧 左右 你爱人也是康巴汉子 爱人也是康巴汉子 对 这里有照片吗 可以看一看 这是老公吗 对 这是老公是不是 这是我们两个举行婚礼的那一天 你看这个 我这个头型 头上戴的是蜜蜡 你看我跟现在的装扮 就区别很大了 这么大的一块蜜蜡 对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的这个康巴夫妻 对 康巴婚礼会有什么样特殊的习俗吗 康巴婚礼每 只要你经过每一家每户的时候 看到你快要过来了以后 就放一桶那个水 或者是放一桶奶放在那 然后放酒 放哈达 放钱 意思就是祝福你们 每家每户都有 每家每户都挨着放着的 真的是吉祥的祝福 这是发自内心的 对 有这样的习俗 就培养出这样的性格 其实我们聊了很多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一定希望 跟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互动有问题 那再次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希望 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 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 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嘉宾 进行互动了 今天来到我们新发布 其实家人专码是要发布 自己的新作品 是吧 对 这首歌叫什么 这首歌叫 Double Sing Sing 是什么意思呢 Double Sing Sing就是 马脖子上挂的那个铃铛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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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的就这个意思 Double Sing Sing Double Sing Sing 这是代表对家乡的思念吗 对 爱你听 就是这样的声音 对 那么谁会为家乡专码 来推荐她的新作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谢谢 我去买书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一个 识别率很强的 一个女中女的歌唱 音色好 乐感好 过去一看 是这样一样做吗 她的声音 我形容她是天籁之声 听了她的歌 真的感觉到 没有说错的 我们村里大概有 一百多个人 然后每当我们家乡的人 每年去挖虫草 挖了回来 挣到钱以后 一个村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然后呢 把钱花光了 又继续去挣 就是那样的 对 还是非常懂得生活 热爱生活的一个民族 所以 我今天也邀请到了 我家乡的这些父老乡 请跟我一起唱一首歌 然后给大家带来 一个非常热闹的锅庄舞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请 总片! 唰which 你让人 Mongol 家乡族 他在神 为什么 你让人 Piece 消灭 ك 殭君 除了 而在神 你这里 欺人愿 WRONG 一欢声买了真情 欧脏浓浓的真情 团结和谐迎来藏佢些年 左昂西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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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旗 partisan 歌唱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 幸福画满藏家的小脸 索扎西辈里 吉祥给藏的年龙 索扎西辈里 挑起古老的国庄 歌唱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 幸福画满藏家的小脸 索扎西辈里 幸福 我自己的话说也好一点 对了台本以后 我这个脑子不好使 虽然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 大家觉得可能小时候 我也是专业训练过 可是没有 我的家境非常的艰苦 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下地干活去了 让我一个人守家在家里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柴火烧过的那个黑炭 然后画我的眉毛画得很粗 然后那个茶 我们藏族人特别熬那个大茶 那个包装的那个盒子上面 外层是就是红色的 然后稍微抹点水就能 它就能脱那个颜色 然后我就把它拿来 这样嘴巴上明一下 就成口红了 那个时候我的头发也很长 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 都唱一遍 所有会跳的舞都跳一遍 这一辈子 我都没有想到 我会 既然会登上这么灿烂的一个舞台 小时候呢 我们家里条件非常的艰苦 我有三个哥哥 两个弟弟 我是排行老四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家里就是 那个床就是铺上一个干草 然后上面垫一个就是 羊皮 垫上就这么就睡觉了 只有一个锅 那是我妈妈 那是我姥姥给我妈妈的 出嫁的东西 只有那一个 从小是在非常 艰苦的一个环境里长大 但是我感谢生活带给我了 这么多的人生的经验 可能跟我同龄的孩子们 可能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一个 生活经历 所以大家也不会感受到 这样的一份艰辛 我有好多好多的经历 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去到一个另外的一个石曲县 离我们县有大概有290多公里 去那里做了环卫工人 然后每天早上 大概7点多8点 那个时候就开始勺那个水沟 有时候有空了去菜市场捡捡菜 因为菜市场的老板每次不要的那些 根烂了的那些菜全丢了 那个时候说真的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我很快乐 每天早上早早的起来 我跑到菜市场去捡那个菜 剩一好的那个菜 拿回来洗了 我又解决了中午那一顿饭 在那里待了有大概有 半个多月 半年左右 然后呢我又去回老家 说是那边有工资挺高的 一天25块钱 可以搬水泥 我的劲很大的 从大车上下货的时候 我弯着腰 这个上面扔那个水泥袋 我可以一点都不夸张 两袋绝对没问题 此处可以有掌声 然后那个工作做完了以后 回去以后 妈妈一看到我 哎呀滔滔大哭啊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就我妈妈也就听说了我要回来了 但是也就是没有时间呀 没有日子啊就是等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我妈妈正在挤牛奶 一下子把奶桶放在那儿就抱着 我就哭啊 真的 然后呢 然后呢在家我又待不住了 然后县里那个时候 刚刚开了一个德格县宾馆 那个宾馆里呢是修得特别的漂亮 在我们县里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个宾馆 然后我们是第一批服务员 可以来一个那个服务员的照片行吗 啊 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在德格县里 挣到第一分工资 那个时候第一个月工资也是八百 八百足足八百块钱 我觉得很多了 那个时候 人生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套新的藏装 这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耳环我到现在都有 我特别喜欢这个耳环 人人都说我戴这个耳环特别好看 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这个 跟这个耳环一模一样的 就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耳环呢是我爱人结婚的时候 送给我的 那个耳环是个赢的耳环 这个就做成金的了 就觉得真的自己的生活就是很富裕 就觉得很我是很知足的一个人 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我在当服务员的时候 我们县里就有各种各样的接待 我们县艺术团的很多演员到我们酒店来 唱歌跳舞 就是每次都听到他们都唱一首歌 欢迎你到DG来 欢迎你到DG来 就那样唱 我已经已经会唱了 就特别耳人就是 特别特别熟了就 然后有一次呢 他们说是甘子州文化局的局长 来到我们县里来考察就是工作 当时到他们到我们酒店来吃饭 那一天呢特别巧合 我们艺术团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她那天感冒了 没来成 我们老板说 江阳你不是天天爱唱那个歌吗 今天就轮到你唱了 她说那个女孩感冒了 你顶替她上一次 然后呢我替她上去唱了 上去唱了以后 我们那个甘子州文化局的局长说 哇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特有特色呀 她说我们甘子州正在招演员 你想不想去 然后我回去 我说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去不去 然后我回去 问爸爸和哥哥 我说我去不去 那去呀 给了我一千五百块钱 第二天我就跟着 他们这波工作组 到了四川甘子州康定县 对 到了那我们的考试 那个时候呢考试的人有一百多个人 但是只要六个 然后呢我以第六名的成绩 考上了甘子州歌舞团 然后呢我就开始 算是走上了音乐之路 我一直梦寐以求的 能够到北京来 站在一个舞台上 能够唱我想唱的歌 这个梦想我也做到了 我也实现了 后来呢我也想拥有一些世界性的舞台 人们也给予了我 我经常 去出国演出 不管怎么样 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 家乡的大山 在我的心目当中 是永远最美的舞台 我愿意 永远为我的家乡而歌唱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 奉上一首 《草原夜色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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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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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paramet 这可能解设 不用给你 我愿意 每个人